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設一次函數是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一條直線 這個的話,這也是y坐標 所以事實上的話 這條直線就是y等於-2x加上3 這條直線,這個就是斜率 這是y擷距 所以它的圖形的話 是什麼樣子呢 y擷距的話是3 它通過這一點 斜率是負2 負的話是往下 往下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帶的 怎麼帶? 就當你x等於0的時候 x坐標等於0的時候 y坐標就等於3 所以這一點通過這項直線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就令y等於0 當y坐標等於0的話 這個就N坐標 令y等於0 那一個坐標多少? 負2x加3 所以就想著 移過來,2x等於3 那x就是2分之3 所以這一點它是2分之3 這一點是2分之3 x坐標2分之3 那y坐標當然是等於0 這一點的話 它x坐標是0 那y坐標是3 這是03 通過這兩點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是它的圖形 這是x坐標 這是y坐標 我們看它說 每當x增加3單位的時候 這個增加3單位的時候 那y坐標 當這個x增加的話 y就減少了 那我們知道你的協力 就是什麼? 協力是負2 代表什麼? 代表它增加1單位的話 它就減少2單位 它現在呢 增加3單位 它說x增加3單位 它就下降 減少6單位 所以 第二小題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增加3單位的話 它函數值減少多少? 減少6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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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哦 你可以看 當它增加這個1.5單位 這個是1.5 它增加1.5單位 從0的話 增加1.5單位的話 它就從3變成0 這也是3個單位 它是下降 當X增加1.5單位的話,它就下降多少? 增加1.5單位的話,它就連Y座標就減少多少? 減少,往這邊減少,它往這邊增加,就X座標是往這邊增加 增加1.5單位的話,它就減少3單位 那你如果增加1單位的話,它就會減少2單位 那你增加3單位的話,它就減少6單位 是這樣子,所以第二小提是減少6單位 就是比率,或者我們可以怎麼看,可以用什麼樣的符號來寫它 就是說,ΔY,ΔY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我現在上面,比如說有 比如說有兩點,其中一點的話,我們叫做SE 那,X座標是SE的話,Y座標假設是YE 然後呢,X座標如果是S2的話,假設它Y座標就是Y2 那這兩點的話,是在這條直線上 所以當我X帶SE的話,Y的話就是YE 所以呢,我就可以寫成說 寫成呢,這個是 那個X帶軟,帶SE嘛 那就就是YE Y1 等於-2SE 加3 然後呢,X帶S2的話 那Y就是Y2 那Y2 然後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2S2加3 那我就可以給它一減 一減的話,就是Y2-Y1 就是我們寫成Δ好了 ΔY它的意思就是Y2 減掉Y1 Y2減掉Y1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2多少呢? 1減2抽出來 然後X2就是Δx 那3減3就0嘛 這是X2減掉SE 如果的話,它X的話呢,增加3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是等於3的話 這個等於3的話 代表X2是等於SE加3 這個如果是3的話 當X增加3的話 那Y的話就減少多少 當Δx等於3 就增加3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呢,Δy 這是變化量 當然X變化量 當然X變化是3 3的話就是增加3 Δy就是Y的變化量 這等於-2 乘以多少? 乘以Δx是3 所以是等於-6 那-2的話代表減少 就X如果增加3的話 Y的話它就減少6 就這樣子 好,這是第二小題 這樣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它說,在這個-1 X的範圍是在-1 -1的話 到多少呢? 到這個3之間的話 那它讓你求這個函數的最大跟最小 不知道這個減少數嗎? 就你X越大的話 Y就越小 所以是減少數 越來越小 所以它最大值的話呢 是什麼? 當你X是最小的時候 它就最大 X是-1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有最大值 這個Y有最大值 當你X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3的時候 這個3的話在這裡 它的話呢 有最小值 這個是最小值 這個是最小值 這個的話 是最大值 所以最大值的話 等於多少? 最大值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你把X帶-1 就是X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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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帶-1 那帶-1的話 就是-2 乘以-1 加-3 所以這裡是-3 所以這裡是-3 這個M的話 這個M的話是-3 那你可以看 這個的話 這個是3 對不對? X增加3的話 那Y要減少多少? Y的話就要減少6 Y的話減少6 它從正3 減少6 減少6的話 所以這裡的話 是等於-3 所以最小值是-3 最大值是-3 有也 D-3 減少6 2 2